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常识段来看 意趣是非凡 所以这一讲就来专门谈谈这件事 智史 秩序的智 历史的史 意思是有级别可以按级别领取俸禄的公务员 这种基层公务员在我们的常规认识里应该叫历 为什么叫史呢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 可以让我们看到文字演变的一种规律 文字从草创到成熟 数量肯定越来越多 人有懒惰的天性 小车不倒 只管推 通常来说 只有真等到推不动了 才会想到改变 文字的增加已是这样 同一个字总会被用来表达尽可能多的意思 等到实在觉得不方便了 才会做分化 造新字 历史的史 观例的历 事情的事 使用的史 原本是一个字 后来一个字实在是涵盖不下这么多的意思 于是才会一分为四 所以我们读古书会发现这几个字经常通用 我们会把这种通用现象叫通甲 而这几个字之所以能够通甲 是因为它们同源共生 原本是一个字 再看智史的智 也就是秩序的智 和木旁原本含义和粮食有关 表示粮食的积居 我们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啊 一伙人正在囤积粮食 一筐一筐又一筐 很可能正在这个意义上 智字引申出了依次排列的意思 于是就有了秩序 政府给官吏发薪水 不同级别对应着不同分量的粮食 所以智也有俸禄的意思 政府给官吏直接开薪水 这是中央集权强化的体现 让我们梳理一下 薪水发放模式的演变过程 封建时代无所谓薪水 如果你的上级领主 纷纷给你一块封地 你能从这块封地上获得多少收入 打底上就相当于你挣了多少薪水 土地上的人呢也归你 一方面算作你的财产 一方面你也要对他们承担一些义务 这些人要怎么活 收入怎么来 你的上级领主并不会管 既然他们归你管 在你的土地上讨生活 就对你呢效忠 而不对你的领主效忠 就算你想叛国投敌 他们在道义上也只应该追随你叛国投敌 正如你有义务追随你的领主 叛国投敌一样 否则不但不是深明大义 反而属于不忠不义 后来封地的管理权和收益权脱节 你的上级领主虽然还是给你一块封地 但你对这块封地没有经营权和管理权 只是封地上的收益归你所有 这已经比较接近现代意义上的股份分红了 这个时候薪水依旧没有定额 如果今年封地上的收益高 你就多拿 如果明年封地上的收益低 你就少拿 而真正经营管理你名下那块封地的人 只属于你的上级不归你管 他的薪水该怎么发 由你的上级来定 一路发展下来到了秦国的治史 相当于给基层公务员按照级别标准 发放固定工资 这已经很有现代工资制度的模样了 在中央集权的政府结构里 中央政府掌控一切 既给将军宰相开工资 也给县城小公务员开工资 这背后的人性逻辑是 谁给你开工资 你就应该对谁效忠 就这样一整套官僚班子从上到下都指向国君效忠 封建制下的逐级效忠被侵蚀到不剩多少地盘了 那么搞这种官制改革的想法会是公孙央凭空想出来的吗 很可能并不是 而是因为有了费景田开签墨的措施之后 原有的地方行政秩序也随之破坏掉了 有一破就当有一例 所以制使的设置往好听了说就叫顺水推舟 往南听了说就叫大补丁 但无论是顺水推舟还是大补丁 这套改革方案都可以说是奠定了古代中央集权政治架构里的基本行政框架 后来汉城秦治 汉朝把这套制度沿用下来 然后在小修小补当中一直用到清朝 从管理学上看 给人开工资的权利是最接近生杀大权的权利 所以管理者要想有效用人就必须把这项权利啊 牢牢的抓在自己手里 我们看历朝历代通常只有在一些特殊时期 这项权利才会外放 最典型的样式就是所谓开辅 开辅顾名思义就是开设政府机构 原则上说政府当然只能有一个 所以开辅的本意就是由宰相创立中央政府班底 政府和皇室是两套不同的机构 你可以把皇帝想象成一家公司的老板 老板一定有两套杖 一套公司的杖 一套呢私人的杖 虽然公司也归他私人所有 但公司的杖和私人的杖不能缴在一起 皇帝的私人班底负责皇帝的私人账目 账落皇帝的私事 对皇帝负责 政府班底呢负责公司账目 只管国事 不管皇帝的私事 对宰相负责 宰相就相当于公司总经理 所以政府班底里边 用谁还是不用谁 由宰相说了算 由中央财政支付薪水 中央财政所管理的一切财富 名义上并不属于皇帝的私人要报 诸葛亮的初识表有一句话 你在学生时代应该背过 叫公中府中据为一体 公中的公指的就是皇室 府中的府指的呢就是政府 诸葛亮当时以宰相身份开府 同管政府里的大事小事 但皇宫里的事不归他管 他就算啊 再想让皇室和政府团结如一人 至少让皇室 别总是拖政府的后腿 他也只能向皇帝表达这个愿望 希望皇帝配合 但靠自己的权利是做不到的 后来开府的含义发生了拓展 指的是在现有政府之外 单独开设一个政府 在这个新政府里 负责人握有权权 可以自行招兵买马 有些情况下 这些兵马的开支 要上保朝廷 由中央财政划布 另一些情况下 必须由负责人自己筹款解决 开府的人通常啊 会是将军 或者是承担将军职责的高官 将军在外作战 经常要在帐篷里面指挥筹划 所以开府的府也叫幕府 幕府聘用的官僚叫做幕僚 这就是幕府和幕僚最原始的含义 将军一旦开府 尤其是开了自行筹款的幕府 从此想聘用谁 给谁开多高的工资 什么时间发工资 都由自己说了算 钱啊 也由自己筹集 不找中央政府要 所以幕府很容易培养 将军的私人班底 幕僚们只对幕府主人尽忠 所以但凡还有办法 最高统治者都不愿意 把开工资的权力外放 就算级别低到普通一兵 薪水也要尽可能的 由中央财政发放 所以我们看到南宋初年 中央政府虽然残破的不成样子 老百姓也被战乱 折磨的不成样子 但宋高宗还是会咬紧牙关 拼着千山万水的巨大路途损耗 也一定要由中央 给前线派发良想 怎么都不愿意 由这岳飞那样的前线指挥官 自筹良想 宋高宗之所以要做这种 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为的就是通过这种方式 让三军将士明白 你们的薪水是朝廷开的 不是你们的将军开的 所以你们必须记得 自己是朝廷的人 要对朝廷效忠 不能对你们的将军效忠 从宋高宗的努力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 中央要想维持这种单线关系 既很费力 又很制约武将的发挥 所以只要皇帝稍微有一点懒惰 或者时局比较棘手的时候 单线关系就很容易瓦解 比如到了明朝 幕僚成风 连文官都会聘请幕僚 看不惯这种现象的人把幕僚 称为幕主的私人 言下之意是 这些人只会为幕府主人效力 不会为皇帝和国家效忠 以至于一些儒家左派 比如著名的吕留良 把进入幕府当成读书人 最无耻的出路 智史和幕府 可以说是中央集权体制下的 两个极端形式 是我们理解古代政治结构的 一对关键词 中央总想控制一切 深入每一根毛细血管的末梢 但控制起来太累 经常有心无力 而一旦分拳 幕府天然就有独立和扩张的势头 古代中国就在这两期之间 摇摇摆摆 攀山了两千多年 下一讲 我们还要继续深入秦国的变法 看看财税制度的风云突变 我们下一讲 再见 再见